AUROS的主機板一直以來就是為了追求極致而生 我們這一次主機板設計的出發理念就是 我們不希望整體遊戲玩家在進行遊戲的時候 在進行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他整個CPU運算效能因為主機板的受限 所以這次我們在Z490代入了一些突破以往的設計 我們把它定為Sort New Hive突破極限 我們使用上90A的Smart Power Stage 還有我們使用了電源支出Direct Face 提供CPU在最嚴苛的運行環境下 最高電流最穩定的電源供應 再來有關DDR這次的設計 我們採用了屏蔽式的走線方法 在運作時脈上往上突破以往所到達不到的高度 另外在散熱方面 之前的熱管直觸Direct Touch 我們把它升級到Direct Touch 2 Thins Array升級到Thins Array 2 我們在每一片棋片上面開了2到3個不等的小窗口 這小窗口它可以造成氣流流經這些棋片的時候會產生一些微溫流 讓空氣粒子在棋片上停留更久的時間 還有更長的時間可以把熱帶到空氣粒子身上 然後靜而散熱 這就是我們完成的最後一里路 讓整個所有的模組達到一個完美的狀態 這次D490的設計靈感呢 其實它是源自於我們一直以來 從ORUS以前到現在 我們一直想要營造的一整個ORUS的世界 就是我們觀察了很多趨勢 例如這幾年比較流行的一些電影風格 還有一些遊戲的風格 去經由這些東西的收集和繪整 那去創造出這整個我們想帶給玩家的世界 具體呈現在產品上的就大概有幾個地方 例如像我們在這一代D490的ORUS系列 你可以看到許多類似這種數碼文的一些呈現 那其實是想要帶給玩家 就是我們這個世界是比較屬於資訊重組 它沒有一個之間觀的一個存在 所以它任何的物體都是以數碼去結合的 這個東西不只是靜態的產品 而是一個屬於靜態動態之間的產品 那並且在上面會帶出許多遊戲裡會出現的金屬 高質感的材質呢 那玩家感覺擁有這個產品的時候呢 是擁有一個很好的武器 那其實都是我們想帶給玩家 整個ORUS世界觀的產物 買了這片板子回家以後 可以感受到非常高等級的設計 非常紮實的用料 藉由我們這次對這個系列所定義Sort New High 希望使用者們放上你們自己心愛的護件 我們一起Sort New High